可怜的蛋仔小赛罗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 因此他经常被其他小奥特曼欺负 蛋仔小赛罗 我今天心情不好 想揍你一顿 说完 他们冲上去 对着蛋仔小赛罗就是一顿暴打 为什么你们都要欺负我 谁让你没有爸爸妈妈的 不打你打谁 挨揍后的小赛罗伤心地找到了诺亚前辈 诺亚前辈 为什么别的蛋仔都有爸爸妈妈 而我却没有啊 蛋仔小赛罗 现在是时候告诉你真相 在你很小的时候 光之国遭遇了危机 你的爸爸妈妈为了保护大家 拼命阻拦怪兽 但是怪兽太强大 最终你的爸爸妈妈被怪兽给抓走了 你如果想要找回你的爸爸妈妈 就必须去找奥特之王帮忙 奥特之王爷爷 我要学习本领去救我的爸爸妈妈 好啊 你也到了该学习本领的时候 这三位是我们光之国最强的高手 你想要拜水为生 蛋仔小赛罗拜我为师吧 我能发射奥特光线 就能秒杀一百只怪兽 蛋仔小赛罗 还是拜我为师吧 我的寒冰之力 可以瞬间冰冻怪兽 再多的怪兽都不是我为师 厉害 蛋仔小赛罗 别听他们的 拜我为师吧 我的龙卷风技能 可以瞬间将所有的怪兽 全部吹飞 世界 奥特之王爷爷真是太难选了 我可以全都要吗 可以 于是 在三位师傅的教导下 蛋仔小赛罗同时学习了三种技能 一段时间后 蛋仔小赛罗成功学会了三种力量 谢谢三位师傅的教导 说完 蛋仔小赛罗立马来到了怪兽老巢 爸爸妈妈 我来救你们了 蛋仔小赛罗 你快走 你不是怪兽的对手 这时 黑暗皇帝贝利亚出现了 想要救你的爸爸妈妈 还是先打败我的手下再说吧 随后一群长相恶心的怪兽 从角落冲了出来 此刻的小赛罗根本不慌 因为他已经不再是 从前那个若基的小赛罗了 他现在有着三大师傅的独门绝技 这群怪兽对他来说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只见他潇洒地使用着 狄家师傅传授的奥特光线 轻轻松松地秒杀了这群怪兽 赶紧放了我的赛罗爸爸和格力乔妈妈 接着 更厉害的一波怪兽冲了出来 但是这一波怪兽 就凭蛋仔小赛罗的奥特光线 根本就打不过他们 于是 小赛罗又使用了二师傅 教他的冰冻技能 面前的怪兽被冰冻得寸步难行 很快也成了小赛罗的手下败价 这时 一大波不知道什么名字的怪兽冲了出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这下蛋仔小赛罗可就危险了 不过 不要忘了 他还有三师傅的龙卷风技能 没有使用 只见小赛罗一下就冲到了怪兽堆里 然后一个蓄力直接震开他们 接着又是龙卷风爆炸技能 随后 黑暗皇帝贝利亚也冲了出来 但是这么厉害的贝利亚 蛋仔小赛罗怎么能打得过他们 蛋仔赛罗 我承认你现在很强 但是经过刚刚的消耗 现在的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了 贝利亚 你以为我就这点本领吗 接下来给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黄金小赛罗变伤 看好了吗 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 黄金小赛罗使出了他的最强技能 一个颗奥特能量球砸向贝利亚 现在的小赛罗真是强到可怕 之后小赛罗成功的就出了他的爸爸妈妈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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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